不斷宣導保持社交距離 傍晚的黃昏市場 不少婆媽們前往採買 三級警戒延長 但部分鬆綁 其中一項鼓勵業者 電子支付 似乎就遇到困難 担心長輩們不會使用 反而增加滯留時間 但不僅如此 原本規定不能邊走邊吃 以及試吃 還是一樣不開放 如果內用需要加裝遮罩 或隔板採梅花座 還需要穿戴可辨識服飾 市場攤商們怎麼看 攤商也是要十連制 所以沒有差 夜市也沒有發制服 如果是管委會 他有這樣子設備 是就可以 夜市將為解封 不在內用部分 還是得保持不同桌 1.5公尺距離 在執行上恐怕有困難度 高雄瑞峰夜市好幾攤 像蛇拉煎牛排 抽抽鍋等 原本都有內用區 但本身隔位就不大 若每桌還要保持1.5公尺 一次可能只能容納兩到三桌 讓不少攤商傾向保持外帶 其中台中夜市則踩三不吃政策 我們台中市也提出三不吃 譬如說在夜市裡面 不能夠餐飲內用 現階段還不行 那我們先試著開 那開的效果 以後再來說 有條件式的微解封 滾動式修正開放程度 就是要確保防疫能做到滴水不漏 在安全的情況下 讓民眾稍微吐吐氣 TVS新聞 李在盛哲林林宥璇 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